丰田的硬派越野在全球都享有盛誉 库鲁泽 普拉多都是炙手可热的车型 而最近全新一代丰田库鲁泽即将发布 新的平台 新的造型 新的动力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除了库鲁泽 丰田普拉多也即将迎来全新的换代 日前新一代的普拉多的渲染图也正式的曝光 据悉 新一代普拉多会在今年的11月正式亮相 从普拉多的效果图来看 它有着非常浓郁的新一代库鲁泽的味道 虽然前脸的格杉还是普拉多的经典造型 可大灯组以及灯组下的装饰 和全新的库鲁泽几乎一模一样 视觉效果还是相当的大气 而且车身还会使用双色的涂装 新一代普拉多的车长可能会达到4850毫米 宽度1890 新车也是基于丰田的TNGAF平台打造的 非承载式车身也得以保留 动力上2.4T加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将会成为新一代普拉多主流的配置 另外 新的普拉多会有更多高科技配置的加入 例如序列式转向灯 3D多地形监视器和驾驶辅助系统等 新的普拉多基本上就是小号的库鲁泽 对于喜欢丰田越野的朋友 新一代的普拉多应该会让你感到兴奋